下個發明發明哥 我在網路上有看到 就是你們三個發明這個環保補溫器的嘛 對不對 對啊 那這個海綿呢 就是放在這裡 那它下面由糖水製造出來的二氧化碳 能蘊含在這邊 讓這個濃度比較高 然後呢 再用黑紙上面塗上黏鼠板膠 之後再包上去 這樣就好了 欸 同學 你不覺得你這樣很硬硬嗎 你幹嘛不就用一個這樣子 比較高的寶特瓶 然後海綿塞到一半 旁邊塗這個黏鼠板膠就好了嘛 因為這樣比較好替換啊 只要把紙拿下來 再包上另外一張新的紙就好了 喔 當蚊子被黏滿了時候 你要換的話 把紙撕掉換紙就行了 喔 OK 那麼這一個蚊子就直接 把寶特瓶對切 然後蓋在上面 運用就是類似那種魚肉的原理 就是讓蚊子就留在裡面 那這個呢 就是在外圍塗上黏鼠板膠 對 在這個漏斗中間塗黏鼠板膠嘛 對不對 對 這個就是將那個平頭換成漏斗 那差別在哪裡 它的口比較小 雖然蚊子出不來 那我們都介紹完了 那小兵你猜猜看哪一個效果最好 這四個是不是 嗯 那我當然是猜第三個啦 因為第三個呢 它不但這個蚊子啊 我覺得蚊子比較容易進去 它就算想從那邊爬出來的話 它會碰到這個黏鼠板膠 然後被黏住 哈哈 你想的太簡單了 錯 啊 錯了喔 為什麼錯了 其實是二號杯的效果比較好 那三號杯因為它黏鼠板膠面積有限 那蚊子黏過多之後 它就沒有什麼效果了 而且它用一次就要換掉 那相較第二杯 它只要重新洗過 又可以重新使用 比較環保 然後這個 它的那個 洞比較小 雖然我們讓它不容易出來 但是它也不容易進去 欸 不錯耶 這就是你們所謂的這個 簡化的過程嘛 對不對 嗯 所以把它本來很複雜的 還有什麼肥皂水的啦 又要什麼發酵糖水 現在兜兜兜兜變 只要一個寶特瓶 而且很簡單的做法 就可以完成了